你 你明明就是情宿 你在这儿装什么货枝啊你 看什么呀 走了 他明明就是情宿 还非要装货架好心 过来看我爸 姜聪 我真的是想来照顾爸 你看看你 你都瘦了 肯定累坏了 你放心 这儿有我 我可以照顾爸 姜家的事以后跟你没关系 我虽然答应了货枝 离婚的事情可以暂欢 但是不代表啊 你既然有维权的余地 我没办法 今后不要再开头 姜聪 我真的知道错了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 我以后绝对不干涉你 只要你让我留在身边行不行 情宿 你够了 我哥到现在的日子 才跟你离婚就是因为大度 你竟然还有脸来求他 这是我跟你哥的事 跟你没关系 我告诉你 情宿 你所有的事都跟我有关系 你竟然一分钱都拿不到 就滚出姜家 我告诉你 我都会离婚的 姜村 姜村我不离婚 秦英素 你别跟人装疯卖傻 你别伤害我 你别跟人装疯卖傻 小植 小植 你怎么了 他不是货枝 他是秦英素 姜波 我告诉你姜波 你吃我干吗 让汗了 走吧 跟我走 你别跟人装疑卖傻 你怎么知道货枝的 你也知道货枝 你怎么知道的 谁告诉你的 请英素吗 对到我的问题 霍枝是陈领生的前女友 不过他们俩已经分手了 陈领生亲口跟我说的 他说霍枝把他给甩了 找了个老外出国了 出国了 什么时候的事 他们分手 大概有半年了吧 不过哥 陈领生可是亲口跟我发誓了 他对霍枝现在一点感觉都没有 你可不能因为这个 就不让我跟他在一起啊 我的婚姻已经到了这般田地 还有什么资格去管你 真的 那现在该你告诉我 你是怎么知道霍枝的 三年前的车祸你还记得吗 霍枝救了我 只是我现在才知道 天哪 怪不得你一直要跟秦英素离婚 哥 那你岂不是太委屈了 所以你知道我要让他离婚 我麻烦你 千万不要再去结拜 甚至找他忙了 好吗 好好好 我知道 我知道 我刚才看他那个样子 我也不想去招惹他了 不过哥 你说 霍枝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跟陈领生霍 听我的 如果你真的爱陈领生 不要去谈究他的过去 这到底怎么回事 这到底怎么回事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 没错 霍枝就是我的乱生妹妹 你当时为什么不告诉我 萧雅 你也是一早就知道了是不是 就在我一直猜测 你到底是秦英素离婚 霍枝的时候 你们什么都知道了是不是 为什么一直瞒着我 陈领生你差不多得了 那是人家姐妹俩的事 凭什么告诉你啊 再说了 你现在跟姜柏尔打得火热 霍枝的事 已经跟你彻底没关系了 陈领生 那你看在霍枝的份上 你帮我劝劝柏尔吧 叫他不要让姜柏 跟我离婚行不行 这怎么可能 我是说真的 真的 真的 姜柏尔那么喜欢你 你说什么他一定会听的 这样吧 你如果帮我的话 我当你找霍枝 结束 找霍枝 他在哪 他不是离开秦岛的吗 没有离开 他一直都在这儿 你该回家了 我找人送你回去 我说的是真的 他一直都在秦岛 他在秦岛什么地方 陈领生 你快走吧 霍枝已经跟你没有关系了 你要再这样的话 我就告诉姜柏尔 霍枝在秦岛 陈领生 陈领生 秦苏 你安的什么心 你明知道霍枝不想见陈领生 你还要告诉他霍枝在哪 你怎么知道是霍枝 霍枝不想见 也许霍枝还喜欢陈领生呢 霍枝在帮他们呀 你怎么这么自私 霍枝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姐姐 她找了二十多年的亲人 有你这样的还不如没有 我警告你 你要是敢伤害霍枝 我不会放过你 二十多年 三十多年 我 expanding 一百年 霍枝 小枝不怕 你吓得 grease 魔侦 还有雨 你姐也不知道怎么了 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 怎么敲门都不出来 我听小雅说了 说江伯儿跟我姐 在医院大吵了一架 之后我姐的情绪 就不太稳定 所以我过来看看 怎么又是这个江伯儿啊 江伯儿就是不肯放过英素 小植啊 你要不然 你再去跟江村说说 让他管管江伯儿 江村这会儿 也就能听你跟他说几句了 上次我跟他说 我就已经觉得 很对不起他了 这一次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妈 你别瞅他 我沦落到这种地步 最开心的人就是他了 姐 你说什么呢 难道不是吗 江村终于找到理由 跟我离婚 你们终于可以在一起了 姐 你怎么能那么说 我跟江村呢 你们背着我做过什么 你心里清楚 你敢说你对江村没有动心 你敢说你告诉他 我跟孩子的事 不就是为了让他 跟我离婚吗 盈塑 姐 江村说得没错 你根本就是无药可救 明明都是自己做错了 还要来到别人的头上 你终于承认了 你跟江家人一样 你就是想教唤我 我没有 霍迟 你走 我不想再看见你 要不是你是我姐 我才不会管你 我才不用你管 就算我死 我也不用你们可怜我 冰素 小植啊 你可千万别听 你姐胡说八道啊 她 她自己都不知道 她自己在说些什么了 你说 她回不回就身不正常了 那 那该怎么办呢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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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睡着了 来了 我给你拿了点夜宵 我看你这 你不是放手给博二了吗 前几天我状态太差了 可我哪舍得 就这么放手 毕竟 我们五星级冰款这个项目 是爸的心愿 我今天看了一下 现在这个项目进展有些问题 我准备明天回他公司 帮帮博二 谢天谢地啊 你终于想明白了 博二确实很努力 但毕竟经验太少嘛 我看他也有点吃不消了 好 明天早晨你到这儿来接我 你就回家睡吧 你在这儿你也伸不开腿 睡着我心里踏实 回吧 早休息 怎么回事 这个会议不是上星期订好的吗 人呢 怎么回事 人呢 那个江小姐说 她把会议地点 改到她的书吧了 说是想让气 气氛稍微轻松一点 在地方也没人告诉我们呀 我 我也不知道 马上就播了怎么办啊 让她立刻来见我 这谁呀 都说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我一直在纳闷 情愫的厚脸皮 到底是随了谁 现在我知道了 上梁不正下梁歪呀 好 好 好